歡迎鎖定今天TVBiz 2100看世界的線上新聞直播 有謝家榮 也歡迎所有的觀眾朋友們拿起手機 在聊天室留下你對新聞的看法 來跟我們做互動 今天一開始的國際新聞看深度要來關注呢 是串聯南北韓的重要的兩條公路 竟然被北韓給炸毀 而這讓南韓呢也非常生氣 所以是祭出了反制涉及 不過南韓之所以會感到這麼心寒 主要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呢是這條鐵路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我們先來看嚴格來講呢是兩條 一條叫做金益線 是1906年日本開通的 全長呢總共有1千 總共有499公里 那它是一路呢串聯呢 包括從這個首爾出發 途經高陽波州 最後呢再到這個北韓的開城跟平壤 那另一條呢叫做東海線 比較短一些全長180公里 是在1937年正式開通的 它的路線呢是經過這個襄陽圓山 那這兩條鐵路呢過去都被認為呢 是兩韓和解跟合作的象徵 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所以現在竟然被北韓炸毀了 很明顯是北韓呢對南韓非常的不友善 那再來就是呢 另一個原因就是這條鐵路其實呢 嚴格來講是南韓出錢興建的北韓 一毛錢都沒有付過 所以是從南韓納稅人的口袋裡面 把錢掏出來來協助建設這條鐵路的 那預算呢其實從2002到2008年 這個修建的六年期間 花的錢呢大概有1.329億美元 以當時的匯率換算大概呢 是有超過台幣43億元的 而名義上南韓說是貸款給你 借錢給你幫忙來建設 不過實際上 時至今日2024年了 北韓呢一毛錢從來都沒有還過 所以我出錢幫你蓋鐵路公路建設 那你好像也欣然接受雙方搭起友誼的橋樑 不過現在呢 你說詐就詐絲毫不留情面 讓南韓難免覺得呢 實際上都還是會感到蠻心寒蠻難過的 那再來就是很多人就關心 那為什麼北韓最近好像對南韓 有這麼多的不諒解呢 當然就雙方的這個軍事活動越來越頻繁 像北韓他們就控訴說 他們的首都平壤最近呢 是三度遭到來自南韓的無人機侵襲 甚至呢還有很多這個在宣傳南韓 怎麼樣好怎麼樣適合宜居的空飄傳單 所以就讓北韓呢 當然非常不是滋味 所以他們就下令前線的8個炮兵旅 要隨時做好射擊準備 要把南韓當成敵對國 領導人金正恩之前也說呢 他不排除想要直接修法 那另外呢 因為現在有鑑於雙方的緊張情勢 所以他更是首度緊急召開了國防安全的協議會 希望能夠綜合包括軍方情報局 還有呢實際上在南韓活動的諜報單位 來收取越來越多的資訊 來確保北韓的國家安全能夠無語 監視器拍下爆炸瞬間 濃煙一層一層不斷往上竄 換個角度再看一次 爆破威力大到盡頭不斷劇烈晃動 北韓周二開火炸斷連接南韓的鐵路 仔細看看紅沙現場的藍色路標 用英文韓文寫著再見 這個畫面顯得格外諷刺 這條鐵路是南韓赤資1800億韓元 超過40億台幣打造 花的是南韓納稅人的錢 南韓政府強烈指責北韓要負起責任 南韓軍方證實他們第一時間 在軍事分界線以南反制射擊 北韓之所以有這個大動作 是因為日前南韓無人機飛到平壤上空 金正恩還緊急召開國防安全會議 事實上北韓在2020年6月 就曾動手炸毀南北聯合聯絡辦公室 俄羅斯總統普欽批評 南韓無人機入侵是干預內政的行為 大陸外交部則表示 中國身為鄰國 朝鮮半島緊張局勢並不符合各方利益 體育新聞 綜合報導 這表面上看起來其實是南北韓之間的衝突 但是背後其實有蠻多錯綜複雜的原因 第一個就是南韓國內本身政局不太穩定有政爭 第二個原因就是北韓跟俄羅斯走的越來越近了 我們先來看南韓國內的政治局勢 這個是南韓的民調機構Real Meter做的最新的調查 問大家對總統引席越施政的滿意度 你可以看到他的不滿意度可以說是創下新高有71.3 而滿意度呢竟然只有25.8 而其實引席越他上任之後呢 面臨到一個很大的困境就是所謂嘲笑野大 因為呢南韓的這個最主要的在野黨 共同民主黨在國會的席次是單獨過半了 所以他總共五年的任期恐怕都會是這個局面 在施政上面臨到一定的挑戰跟困難 再來就是他的夫人金簡錫 從他在競選以來爆發了非常多的醜聞 像是呢收受這個Dior的名牌包養酒之類的賄賂 甚至說呢要去這個參觀大橋還必須要封路 讓很多人覺得他排場特別大 所以民眾對他的這個觀感呢並不是太好 所以很多人就在猜呢這麼這麼多的負面新聞 而引席越對北韓的態度又非常強硬 目的是不是想要來轉移焦點呢 希望大家看到的是南韓對北韓呢 其實態度呢非常的堅定 讓大家少把這個新聞話題 放在他本身的是這滿意度低落 跟對他夫人的這一些負面的消息呢 那另外就是北韓的外交關係 我們知道呢北韓領導人金正恩 跟俄羅斯總統普欽 之前有蠻多的互動 所以呢在這個南韓不斷的北韓發動 無人機啦或是空票傳單攻擊之後 俄羅斯的外交部呢就特別跳出來想要呢 來當這個正義的一方 他們就呼籲呢請南韓不要再這麼做了 認為你不斷發傳單這個動作非常挑釁嘛 也難怪北韓會這麼生氣 畢竟朝鮮半島其實呢 狀態已經不是太穩定了 南韓這麼做呢 俄羅斯就指控根本就是在火上加油 那另一方面俄羅斯總統普欽 他其實呢也很積極 來向國家杜馬 也就是所謂的這個下議院呢 他來這個希望大家可以趕快批准 二朝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條約 這個條約裡面呢有哪些內容呢 包括像是呢這個可以深化 雙方在軍事經濟上的合作 另外就是來鞏固 來對抗美國的聯合陣線 所以普欽對北韓這麼友善 有一些南韓的媒體分析就認為呢 這其實給了金正恩非常多的底氣 讓他覺得他其實呢 有資格而且也不用擔心 對南韓來做挑釁的行為 反正呢背後有普欽這個老大哥 在幫他撐腰 所以目前以南北韓的整個局勢來看呢 在不管是南韓或是北韓 當地的人民都難免有一些人心惶惶 而南韓的網路上呢流傳了一張照片呢 好像看起來呢整個畫面呢槍林彈雨 乍看之下還以為兩韓已經正式的開戰 這張槍林彈雨的假照片 引發南韓民眾恐慌 那兒北韓的國境線部軍砲兵部隊 完全砍擊準備態勢 而進行緊張感到的下 炮彈向流行划過夜空襲擊高樓大廈 貼文底下湧入大量網友討論 誤以為南北韓正式開戰 《Perminium》的ガチャニュース 努力軍的功夫都在發生了 南韓媒體證實這是一則假消息 沒多久照片與發文帳號都被刪除 但北韓正式炸斷兩韓連同道路 邊境居民忍不住緊張 記者站上坡州五頭山展望台 往南北韓邊境眺望 同時北韓國軍 南北韓國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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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侵犯主權 北韓YT頻道還製作影片 痛罵南韓散播垃圾 一間發電廠員工指出 自從北韓外交部發出重大聲明 發電廠就提高發電量加速工廠生產 而這也出動了南北韓敏感神經 提點新聞綜合報導 不過這次的聯席看在很多的國際專家 學者眼裡認為呢 對岸其實有蠻多限制的 主要是現在10月中旬 距離11月初美國總統大選時間點 越來越近了 這個狀態呢其實還蠻敏感的 所以只要稍微動作大一些些 可能就會激化整個國際的情勢 所以對岸似乎是有所收斂的 包括我們來看這一位呢 是這個國際關係學院的學者 他就指出了 對岸對台灣有很多這種 所謂灰色地帶行動 他們闢了一條全新的戰線 但是就是很擔心呢 會讓美國大選的選情也受到 整個台海局勢的牽動 所以這次的演習呢 非常明顯受到了蠻多的限制 那另外呢是這個我們台灣的 法律司的人權保障處處長 他就說他認為呢 對岸的這些動作是把台海 跟周邊地區都視為他們的管轄海域 而這麼做其實已經違反了 國際實踐跟國際法了 這個是非常明顯的 在這個很多的條約裡面呢 白紙黑字都寫得非常清楚 不過其實這個演習已經結束 但對岸還是在釋出很多很多的畫面 那我們如果來分析呢 這次演習的幾個重點 你就會發現跟五月份 當時聯合力艦A的演習 非常的不一樣 這一次呢 是非常有次序的循序漸進 來對台灣建立反潛跟隔離線 那目標呢 要這個巡艦水下目標 那航艦群之後呢 進入西太平洋來反介入 而上一次如果還記得 大概是五月份的聯合力艦A的演習 他比較像是呢 呈現一個在整備階段 應該要做的一些行動 所以當時根本就沒有所謂的這個 航艦的戰鬥群部署等等 不過這一次呢 很明顯是一個進化版本了 非常不一樣 比較像是一個有演轉戰 來做實際演練 這樣子的一個演習的內容 所以學者就認為呢 表面上看起來是針對台灣嘛 五月一次這次又一次 聯合力艦A跟B很明顯呢 是兩個串聯起來的行動 不過這次對岸的目的呢 很可能是在向美國來叫板 希望美國呢 對他們的政策跟立場 要非常的明確跟清晰 是在呢 透過這個演習 釋放出給美國強力的訊息 不管未來是川普 或是賀錦麗當選美國總統 勢必都要面臨 要如何在兩岸之間折衷 要如何來面對台灣跟中國大陸 這樣子的挑戰 那 既呢 跟美國叫板之外 第二個比較明確的目的呢 才是來針對台灣 所以呢 其實學者也分析發現 他們呢 找了CNN的記者來台灣做採訪 很多民眾 對於這次演習的感覺 不過大部分的選民 大部分的民眾的回應 都是其實沒有太多的感覺 14號清晨 中共圍繞台海周邊軍演 美國國務院 罕見表達嚴重關切 警告軍事挑釁 可能引發局勢升級 美國國防部也緊接著發聲明譴責 開頭直批共軍軍演是不負責任 反應過度且破壞穩定的行動 抨擊中國大陸借機挑釁 中共大動作擾台引來歐美抨擊 大陸外交部強硬反擊 如果美方真的在乎台海的和平 穩定和地區的繁榮 就應當恪守一個中國原則 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 而中國無視賴總統國慶演說中 釋出的善意 卻執意以軍事演習恐嚇國人 外交部呼籲中國誤假借理由無端之事 而中國與俄羅斯仍持續加強 雙方軍事及經濟合作 中俄軍艦亞太地區聯合巡邏任務 在西北太平洋進行反潛射擊演習 雙方關係邁上新台階 不過CNN記者觀察 台灣人民似乎沒有太大反應 在台灣主席裡 確實沒有反應的感情 台灣民眾說如果中國真的打過來 也沒辦法 但還是希望兩岸和平 北大西洋論壇學者則認為 北京想展現武力 又不希望區域緊張升文太多 尤其美國大選將至 就怕對中國採取更強硬的態度 TBN新聞綜合報導 TV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